从什么时候开始 地铁上有人穿旗袍 你不会觉得奇怪了呢 据说这些年轻人都迷上了新中式 那么新中式是否能代表中国设计呢 让我们一起到上海时尚中寻找答案 你觉得要如何定义新中式呢 新中式为什么叫新中式呢 就是这个新 是我们要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和他的穿着搭配的一种习惯 我们要将新鲜的元素颜色和设计碰撞起来 就将东方跟西方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说中式会偏老气 但是我们圣堂的衣服会显得更加年轻化 就是搭配的适用度会更高一些 就是我们的颜色牛 你会看到它非常地淡雅素雅 就符合年轻人这种喜好 那同时呢我们搭配牛仔裤也可以穿 搭配运动鞋也可以穿 就年轻人越来越喜欢新中式的一些元素 无论是维路主茶还是新式茶饮 其实它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可和这种认同感 所以我们设计的款式也更加当代一些 那你觉得如果在日常通勤中穿新中式 你觉得会不会违和呢 新中式我觉得完全不会违和 无论是上班或者是闺蜜聚会 或者是下午茶 派对啊 我觉得它都可以穿 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很优雅 如果说你很可爱很萌 或者说二次元都可以穿新中式 你可以是你任何喜欢的样子 就做自己 它只是一个服装的搭配 但是它依然是你的性格 你的风格 你觉得要如何定义新中式呢 我觉得新中式呢 如果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设计来讲呢 我们觉得是一种跨界和创新 我们是遵循了传统的中国的古典 以及传统文化 作为我们的设计背书 但是新呢 是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可以用来使用 然后把它们两个做结合和做跨界 然后怎么认为新中式的新中式呢 我们来说 嗨 嗨 你喜欢我的衣服吗 是的 非常好 我喜欢这种感觉 它是非常女性 非常红色 非常女性 然后你会有这些小型的衣服 所以它们看起来的看起来 它是非常酷 我喜欢它 什么是真正的价格 我们来说 的样子 这是来自法国的买手 他想知道这件衣服 他的价格 这件衣服呢 其实是2780 因为它是双面穿的 400 euros OK I was a bit below 这是我今天挑选的 新中式设计 你会喜欢吗